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請 鄭文好 自信用ESA 那今天感謝鄭文提供的時間讓我來指導我們進入團隊 那今天進入團隊總共有三家 四銀科技有去支付負責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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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首先就直接開始進行 那先請四銀科技今天在就你們的 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後請問一下 各位好 我是四銀科技的創辦的Erica 那我們在做的服務器就是以LINE的暫時代 對的PG 我都聽過 OK 然後我們直接進入這個 其實我們發現說在我們在推廣這個 在推廣這個題目的時候 除了缺錢之外 其實也非常缺通過的資源 那其實我們也發現說 像政府大部分都是提供一個計劃案的方式 所以已經以錢來做補助 可是它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就是說第一個 其實對新商人講 生理這種計劃 它需要很多的這種計劃的文件 後續的方法 而且一筆錢下來其實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這種合格的動作 但是其實相對來講 我們也非常缺乏的是這種 同路上的資源 比如說透過這種 直接去打電 店家 那有類似這種 之前也有提一個叫做 行動支付的補助 對像政府就有推 像利用LINE啊 接口啊 接口支付這種 他們到商圈就可以補助 那我想問說有沒有機會這種 這種模式也可以適用到 像我們其他的新創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 一個方向中環形作 是一個數位轉型 那有沒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計劃 可以去看什麼 好 那個就是申請補助案的行政作業流程 是比較cost 比較高 但是當初申請補助案第15個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大概到第20個的時候 可能可以寫產生器了 我知道 但是我想這兩個不能互相替代 就是說你有補助案 即使有補助案 也只是在那一個開案的機關 底下的場域能夠導入 這樣子的東西而已 好像如果是一種企出的話 他就只能bridge 給他們手上的商圈 手上的這些東西 當然也許就是 也是不無效補 但是我想你現在比較需要是expulsion 就是說 對很大部分的商家而言 他知道你是跟接口一樣的一個選擇 是吧 我聽起來也是這樣 OK 好 那有沒有這個題目 有沒有大家 碰過Face的想法 好 UNIKE OK 那大概兩個句子 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新創採購共同的年紀元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 我們在解決 剛剛講的這裏的Device 那這個相信你也知道 是 對嗎 對 那其實這個真的爆山爆海 之前才有一個叫 他的公司名字叫智囊團 對 但是他其實是做產品的 這個人 他做的就是在捷運的室內地圖 導覽評價等等的這個服務 那這個服務 我們一般會覺得說 那他PJ也有一個商家的團 其實那也是狀況非常像 對 那就是一個location-based community 的一個app 對 那但是 叫exit.x 對 那但是他因為上了創寫採購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所有的工部門 只要自己有場餘的 其實你也可以把很多工部門 看作臉上 因為他自己也有場餘 他自己也有要推銷的服務 那不管是什麼 青年就業輔導啊 然後勞動博啊 什麼 他當然不是真的賣產品 他賣的是一段微信事 對 所以他也會想要上架 那這個時候 他只要到那個 就是 就是 公用採購網 就是工部門的那個 採購網 他就會看到說 你採購這個的話 其實 第一個經濟部有一些 那第二個 他的 溢價啊 什麼 大概都已經開好了 所以他只要 像網路商城一樣 壓 那他就可以拿上 這個服務 而且也可以看到其他有 有服務過的人 那所以 我的碰是說 如果工部門 以及工門的負責組織 如果沒有自己試過 你的產品 他很難幫你賣 他只能把人找到你面前 可是你的量能有限 那這個沒有為什麼 當然有一定的效果 可是有限 但是如果他自己有這個經驗 那其實進入他的場域的人 好比像說 如果我跟這個工部門對話 就已經是用你的 亂機器人 的話 那這個案子的所有承辦 跟他來申請的人 都會知道說 有這樣一個技術 那這樣子 word of mouth 就非常非常容易傳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先convert 幾個工部門 或他的負責組織 變成你的客戶 然後用這個體驗行銷的方法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商家 其實是中企處的這個服務的客戶 但是就不是你推銷給他 而是他在體驗的過程裡 直接運用你的技術 對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可以說 這套不錯啊 那有個時間啊 用 那工部門都在用了 為什麼我們不用 工部門在用 小弟子在那邊有問題 我們還是有這樣一點點話出來 等等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OK 那第二件事情是 您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的寫 就是申請 比如說後面還有合銷 對 合銷和環保的機制 那這個當然 我們現在通常會說 那你就去申請一些獎主案 因為獎主案沒有什麼合銷問題 對 對 但是你知道 我們還是補助案是佔大眾嘛 因為其實每一年台灣的這種 SBI啊 那種中小型 然後甚至是那種研發型補助 甚至是地方型 中央型啊 那SSI啊 這種各式各樣的補助 其實都是 就比較好拿到 應該說量比較大 量也比較大 那對我們呢 其實變成是 對性上來說是看得到 因為你要吃不到 就像我們好不容易吃到 如果我們拿到補助 第一個 因為我們資管也不高 所以我們的身體的補助 這個身體補助款也不多啊 就比如說100萬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後續的廣告 對 對 可是像我們明星公務幕僚 我知道運用千賽 120萬 所以你拿到就獎金 拿獎金 你只要獎金就好了 所以你不用 是 是 我是想問 因為比例有問題 反正 因為畢竟還是補助案 才是占大眾 我會同意 但是就是說 從文化部開始 然後現在也傳染到教育過 他們也在 convert補助案成獎主案 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其實公務員更麻煩 但是 而且我們現在 不但總緣合 而且以前 這個更麻煩的部分 有那個 替代儀 但是 現在沒有公行替代儀 所以 所以這個 他們有很大的 incentive 就是本來要替代儀幫忙 來管考的這些東西 這個 他們管考量也不足啊 所以現在都一個一個 conversion上注 那文化部就更徹底一點 就是 他也不分 有一些像青春啊 這些東西 他也不分 你一定要 到 Registration 公司 還是團體 還是主治 因為公司資格審核 就很浪費他們的時間 就是說個人都可以 自然而然歡迎 那這樣的話 他的管考成分 降到最少 對 那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去 尤其教科文 這三個部分 已經都開始 往這個方向移動了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 即使你 就是拿來講出 然後沒做出東西 你也是 愛理生說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材料不能用的 那個情況吧 對 至少教科文是 combox 是公用的 對 那所以這部分 我會建議多花一些時間 因為其實現在的重點 倒不是量體 而是你的attention 就是你有多少時間 花在這件事情上 那我會建議說 你應該 投資在一些 勘體來講 不會浪費掉你未來時間 的東西上 即使他的金額 其實金額差不多 即使他的名額比較下 人家你不重就不重 重了也不會要費你的時間 那多一些這種 可能會比 你花很多的力氣 去拿一個補助案 後來發現 你要花十倍的時間 那時候 要來得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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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這邊想問 直接先從第四個問題 就是市場規模流線 那 因為現在證交所的強制要求 特定 上規公司必須依照 國際標準來編製報告 那其實 我們跟一些VC談過以後 他們認為說 我們正要市場規模流線 因為我們正要服務的對象 大概就是五百多家 上規公司 那他們認為說 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試考 就是說 我們從CSR這個角度 去切入一間公司 所以幫他寫報告書 又寫我們幫他寫報告書之外 譬如說現在 正在倡議的SDGs 像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趨勢或指標 未來在政府的態度上 會不會把它練為是 譬如說 其實有出SDGs的報告 或我有Mapping 我在採購上面 或者是我們在一些 政府的補助上面 會加分 那也許 如果說會有這樣 一個政策出來的話 那是不是 我們在系統上 也許用這樣的一個 模組出來 我可以幫企業 直接快速生成 SDGs 的指標 平安報告 那這樣的話 也許在我們市場 根本上 我們就可以 對BC 可以再擴大 或是對中央型企業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 只有設計到上市 如果中央型企業 它在導入SDGs 其實它只能相對比 GRI來的低一點 那如果說這一塊 對中央型企業 也有相關的政策 或配套的話 那我們在這一塊 也許 也可以有一些發展 除了GRI ISDGs 之外 有沒有現在 環境或社會 一些指標標準 政府這邊 有嘗試 希望可以 推廣的一些方向 對 其實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讓所有人 給出交代的整個平台 可以讓所有人都容易搜尋 那那個應該也是結構化的 就是SI-台灣-GLM -Media-TW 所以你就在上面 應該是可以看到 好比像說 用B-Labs的那套平衡集團卡 的B-Corp 或者是說 用很費工的SROI 去算那個單位投資 可以換到多少社會公益 或者是用比較不那麼費工的SRS 就是自己的KPI等等 那這些通稱 影響力評估方法 那影響力評估方法 現在並不是用法律 去說你要用哪一種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正在解個SDG提供裡面 每一個都需要不同的基本法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放出 四海人接準 可能SDG14裡面 尤其如果要做判稅等等 那當然14裡面有14的算法 可是那個算法很難跑到四去做教育的算法 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你這邊要考慮 就是你的Scale 是要往特定的SDG裡面去Scale 那這樣的話 循環經濟 哪有循環經濟的算法等等等等 那這裡面每個都有 manitary reporting enginal EQ 大家都很熟了 對 那但是或者是你想要比較廣的 去做類似像平衡計分卡 就像你說的GRI的LIGHT的版本 比較像這樣子 就是任何一家的社窗 它只要有一些有量化的 一些不管它在哪個SDG裡面 有機的東西 然後它選擇想要它的 戀愛關係人的心情怎麼樣 你只要有這個量化的數據 跟希望心情怎麼樣 就合成一份公益報告給它 那這個就是廣的做法 那這兩個我覺得都很work 主要的還是你的co-founder裡面 有沒有誰比較懂農 特定SDG的domain knowledge 那如果有 比如說專門做有機農業 自然農發 參與實驗證 那你馬上就應該開始做agric 的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你的co-founder裡面 沒有特定domain 那你我覺得還是繼續做廣的 但是就在SI平台上 甚至可以跟SI平台整合 變成說你只要提供哪些欄位資料 那我就幫你自動一鍵生成 有吸引力的頁面 然後甚至什麼人工智慧主板 就是下次在社創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可以自動生出 這個栩栩無聲的 這個co-to-action之類 那這個我想 這個就是 你們不用特別在發展技術 就可以做到的範圍 因為它是GI的subscribe 對 那所以大概這兩個 那正文也提到SI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開放好SI的系統 對 就剛好在這個月剛好開放了 那 那我們其實接觸過蠻多企業 接觸過企業 對 有達華碩 然後也接觸過 脫損 也接觸過色系 對 我們就希望從不同的角度評估說 SRY這個東西 對 在不同的使用者 他們 對 有沒有使用尋求 對 那我可以幫他 甚至有算過 甚至有算過SRY 對 比如說我們是有開放系統 就是可以讓過去沒做過的 射器 或者是企業 他可以直接用系統 然後直接把一些應付 投入進去 我們可以幫他順序 好包這樣出來 只是說 這樣做完以後 對他們來講 有什麼樣的效益 就是說在政府 因為我剛剛想說 假設我做出 最大的效益 就是他可以 launch pay for success 是 政府採購上面 或者是 一些政策上 會不會有一個很明確的說 你有做 我就 就會點一些 加分 不配合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方向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你有做 你跟政府 就不是國際關係 就是國際關係 對 所以 這個並不是一個法律 因為 我必須再次講 比如說每個SDG 都有他的傷惠法律 是 大部分 對 那個17都沒有 但是 但是 話比像說 14有那個溫檢法 然後 每一個都有 他的傷惠法律 那個傷惠法律裡面 會mandate 說 為了達成什麼什麼 公益目的 那你可以做什麼什麼 本來私部門 就本來不能做 因為你proof 你的公益目的 所以忽然直接 你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 重點倒不是說 去再說一下 或者在什麼 因為稅跟負貸是一件事情 對 而是說 你可以因為你證明 你有這樣子的公益目的 而qualify as 公務門的 epartment 所以本來不能夠使用的 隨便這樣啊 唯有記憶啊 或什麼東西 就變成可以使用了 那這個 就是量化證據 一向就是所有公務門 必須要看到的 因為忽然監察院的 廣告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東西交出去 對 所以我覺得 還是應該做幾個 Vertical 好比像說 長照 如果你可以證明 長照那邊的SROI 因為長照有個特色嘛 就是說你越早進場 省後面越多錢 這是學禮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你越早進場 到底省後面多少錢 沒有人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就很難說 那我要把本來是 完全社會主義 因為全民健保 是社會主義制度 裡面的東西 讓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進來 因為資本主義的 朋友沒有辦法證明 他產生 比社會主義要高的社會效益 那他能夠進場 當警察 他比社會主義還要選擇 對 那這個時候 這種Vertical 就很work 那但是 再次 這需要懂得知識 所以我會建議說 因為你談的這幾個都是 已經之前很清楚 配合測試的 幹嘛 的Stateholder 我會建議說 你就找一個亮點的Case 不要去想別的Vertical 另外16-13C區都不存在 就把那一個做好 那一個做好之後 這個就會變成 有點像Sandbox 就是說 你證明說 自駕車在這個測試區 不但不會撞人 而且讓大家 健能減碳 什麼 健康 什麼都增加了 那這樣子別的地方 其實會來找你 他就不會需要你去outreach 因為這 沒有辦法做outbound marketing 因為全新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 這種 這個介於 都怕負荷之間的東西 都在幹嘛 對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Pay for Success 其實 Single vertical Pay for Success 應該是你這一塊專攻的 那我覺得 你反而應該倒過來 就是 你去看他們在做Pay for Success的時候 因為Fuman Accounting 哪些成本莫高 而他不想做 你幫忙 automate那些部分 而不是說你要求他進入你的系統 對 是反過來你進入他的系統 那這樣會比較容易 好 這樣大概 先做出幾個成功的 對 好的 不是幾個一個 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對 然後那個 不管透過總統北黑客送 因為那樣部長就會參加了 或者是透過其他的 High Profile 類似總統北本總這樣的東西 那 或者總統什麼什麼講 那這樣子的話 就 至少他那個部會裡面的人 就不會有任何人不知道 對 那這個時候 你才能夠繼續做 你就把31個部會 當作31個NPO 這樣子就非常容易了解 因為他每年也要做到的事情 是 好 好 好 那這位的意思 ちょっと幫你 好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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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我是Vipuck.men 然後這是伙伴 Mossa 然後我們提供了服務器的givind 先包的代表 主要都可以使用各種我區辦公餘的意料 就是Vipack 那目前最常用的 就是兩種 Vipack 遊戲跟金融類的應用 那特別金融類的 也是所謂的地方 在這幾個 Ooo 所以 這是我們之後會專注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可能會提供更方便的 而要讓利用可以更方便的使用這些優惠 可能是存款或是接待 那可能還會提供一些投資商的建議 推薦它是買什麼樣子的產品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提供這樣基於加密貨幣的金融服務 在監管方面的看法會是怎樣 不過你有提供一些REPTAG的提琴嗎? 如果監管會今天說我想要監管 難道你有API給它嗎? 是沒有問題 沒有嗎? 那我就說因為在金融園區 他們也有Officine 很多Big Tech可以說 對他們也有Officine 就是監管會的人 跟我們現在完全一樣的狀況 就是你提出你的Protoso 那他監管會的人 跟這個中間聽得懂得變化的人 這個一起坐下來 那其實中氣處也會有一組人 屋頂區跟他們一起 那他們就是Sandbox.org.tw的團隊 所以通常就是說你在Sandbox.org.tw注冊 或者是說你直接殺去那個金融 那然後你就說 by the way 我要擾亂你的資訊 那但是我們算得出風險係數 或者我們算得出來 不過你只要幫我們一下 我就算得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跟你們已經了解的很多 特別像 好比像說STO就跟 股權市區中公司特別像 那所以你們現有的監管 我們覺得啦 只要改這三號 就可以監管我們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叫社會創新 帶動百貴創新 那等於就是你給他的 regulation送過request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很願意做下領域獎 因為他如果就是成功了 那算他的 這叫這個法規創新嗎 這個可以 國際上揚沒突擊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不成功了 反正Sandbox嘛 算你們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會很願意來聽啦 那我們有很多金融沙盒 其實根本沒有進入金融沙盒 就是在這種office out的時候 大家看一看 發現花一年去做這個資料搜集 雙方成本都太高了 所以他就當場直接改regulation 他們就會把 對 因為陪你玩一年 跟就是花七天 跟你一起協助新的regulation 是我我也花七天 是真的需要新的regulation 或新的法律 那不然的話 我用現有的regulation 改一改 如果你能夠說服他 這個真的跟他認識的能力 的話 對 那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就是往金創那邊發布request 那如果你對金融regulation 沒有那麼了解 那有一個 就是可以幫忙的團隊 叫Sandbox.org.tw 可以幫忙 是一個政府團隊 是一個政府團隊 但是他們專門處理這種 就是灰色地帶的東西 並不確定要不更換 那 就有點像說 我昨天採用了一個比喻 就是說在高速公路上面飄車 那這個法規總是落後 那但是法規落後 並不是真的很落後 因為我們是在跟車 就是保持固定區間 那所以其實速度跟你是一樣快的 只是我們留一段 沙特的這個空間 那因為我如果跟太緊的話 你根本沒有space 你連減速都不行 就有狀況了 就是說你必須要完全跟法規一樣 但是因為留了這段空間 所以你可以try 然後你會帶各種不同的 但是這個try的過程 主要還是要給你去交代 那所以一開始跑的時候 如果就讓他說 那我派一台車 在你後面等 我可以給你什麼 data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覺得 那你不錯啊 這個帶我們一個新的方向 對 那至少不會發自車禍 這個是我們主要要避免的 了解 好 我去試看看 我本來 我去試的一個想法 是說 如果我們是提供光圈 繼續加密貨幣 會不會完全不用甩 不然你不用甩啊 你可以甩尾就走了 但問題就是說 撞上的時候就是 對 就撞上了 對 所以我想我自己的 point 是說 你讓 regulator 知道 你在做著跟他知道的什麼 沒有像 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 reverse mentor 他 因為你還願意跟他談 有更多國外正在 destruct 不願意跟他談的人 所以這有點像是說 稍微粗一點點 這個麻繩還是什麼的 就有抵抗力 有抵抗力之後 國外一些很大的 light ground 不知道要不要做啦 但是 就是這類的東西 出現的時候 知道他們體質上 知道 David 是在幹嘛 然後也知道說 我要怎麼用中文來討論這件事情 有時候很多是翻譯 這個翻譯只要一對 那大家就可以看個進入 看一個問題 所以你當然可以完全的過去看 可是你就算是一個 reverse mentor 到對你比較能夠講得痛的方向的機會 但如果你坐下來發現 根本是 如果我先會講不通 那也不要再浪費時間 對 就這樣 了解了 好 謝謝 另外一個想請問是 你有看到報導前 之前有行政院的這些有關訊 對啊 想了解目前的推達到什麼樣的事 其實大部分都是 分散是這樣的 就是 mutual accountability 這個用法而已 對 那 這個在 就是隨便Google 大概都可以找到 那 有一個比較常 大家聽過的例子就是 空氣盒子自己加了 一萬個色站嘛 那環保水自己也加了 一萬個色站嘛 架在空氣盒子架不到的地方 例如像工業區嘛 對 因為工業區 大家都很像兩大的風景品質 但是 雖然土地啊 不過裡面的路燈是我們的嘛 所以我們就去加了 對 就是說 雙方的資料理論上 都可以結合到高速運算中心 那你只要上載你的model 你就可以去做空氣盒子的討論 那現在也有之前那個 子報在哪裡嘛 的那個作者嘛 他現在包含水資源啊什麼 也都正在接受講助 的這個過程裡 那所以 這個就很好 因為你可以說幾年幾月幾日 目前實際空氣怎麼樣 這是一個大家都可以討論的 social object 但是這裡面有 risk 這個 risk 就是這些 data controller 因為空氣盒子是上線的人一起 control 那環保署的測試也是在公園區裡 那所以大家 不一定如此相信 現在快選舉了 我回去改一下理智資料 說某人上任之後 就會移入福報 對不對 對 對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checksum起來 或把它 hash出來 然後把 Fedial Green放在 The Super Ledger 這是一個非常實力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你放的不是 checksum 你是 raw data 比較慢的寫進一個工業裡面 然後確保說大家都可以 verify 而且可以在鏈上自己 或者是一些 on-chain的一些自動通知 那這個都很棒 而且高速運算中心的算力太大了 所以除非放在很大的工鏈 所以不然高速運算中心 全世界第二十大超級電腦 一下子就把你蓋過去了 所以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 對 就算理論上 對 所以就是說 放在大的工鏈上面 是目前 mutually accountable 那一個方法 那當然跨國的捐獻 就好比方說 我們去幫助理負爾水災 那確保說 錢真的有到 當然 四大會計事務所 還是最後要做audit 但是 捐款人不會想要等一年再看到audit audit 就算很強對他沒有意義 對 因為這個時候Ledger 可能就非常好用 那或者 我知道有一些 朋友想要做 政治限制機器接種 對 那 好比方說Facebook 像精準投放廣告 那雖然Facebook 現在承諾永不散除 永不篡改 不過你為什麼相信他呢 所以這個區塊 也沒有用 對 之類 所以大概都是 還是在Ledger上的用法 以我們公布的東西 了解 那再 補充兩個問題 因為是 像剛剛那個 你說的工鏈 對 這一陣子來的時候 目前可以接受用的工鏈技術 哪一種 像機械款嗎 我看方式最常用的 了解 然後 像剛剛有提到跨國捐獻這一個 對 我覺得這個應用場景 聽起來滿不錯的 像台灣有很多小的邦交國 當地的金融體系 並不健全 像國捐 更有一個本地的商業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 提出一個 在這樣子的場面 可能國外的 我們應該要 跟非能量去說 我很不幸的 就是說 你這個題目是裡面最難解的 因為 我可以講一下總統 我們黑客送 我們五個優勝團隊 裡面有一個完全 使用公開上市公司的資訊 就是用信用的那些資訊 跟法院的判決 跟實價登錄 跟一些公開資料 就可以算出 在下個月 哪一個公司 會因為炸彈套空案 而被起訴 然後 這個很棒的一個模特兒 那個非常好的 迪文明的一個應用 那 然後 所以他就在副賽 總統會副賽的時候 就說 我們查的像這樣 看起來這家就會爆 然後決賽的時候 爆了 那就是 巴拿馬Paper 很生氣 那這個題目非常棒 但是 如果你現在要導入更多的 這種 我們叫做 監管技術 進去的話 馬上就會有一個 你就是完全需要 所有參與的人 本身不但非常符合 法國聯診書 真空處那樣子的能力 而且也 所有其他的參與者 也都這麼 這麼有 就是 南方公司 現在很紅的那個 那 但是 在台灣這個不是問題嗎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都是這樣清廉的 至少已經很多年了 對 那但是 在你剛剛提到的那些 我就不要講有幫啊 這些 就是比較需要基礎建設的國家 他們的問題 並不是他們的 購物系統 他們的問題是 每一個 都覺得其他的 都覺得其他的 可能會出現 對 所以你現在 introduce 一個 系統 有點像是說 你現在開始有一個 正式現金系統 你知道我們的正式現金 你其實 雖然申報不實 有一些什麼處理辦法 但是其實他為了鼓勵申報 所以你申報的超出上限啊 或你申報的什麼時候 補件啊 什麼之類 它是有很多 tolerance 因為我希望鼓勵你來申報 那這個 它為什麼有價值 是因為 social sanction 就是如果你的選區 其他人都申報 而另外一個人申報 都是很奇怪的狀態 某些部分都不申報 那那個選民會制裁它 有很多媒體在看 但是在你剛剛提的 那些國家領域裡面 因為沒有媒體自由 所以也沒有那種媒體的光景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技術是最不重要的 對 就是說 最重要的可能 是先回顧多黨政治 然後再有媒體自由 新聞自由 然後再有 大家相信的國家統技術 最後才是在30上的 然後之後才是銀行 金融業啊 這些東西 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 所有 就是目前正在發展中的 融序發展國家 都有碰到的 跟是不是我們有 忙一點關係 好 謝謝 OK 好 因為我們這邊看 那個 影響事故事件還有兩個問題 那主要是針對行銷 跟商業 那我想 因為你們其他人家 也許也有類似相一樣的 那應該這個方面 可以統統統 那還是就先經理 然後你們如果可以再再想教 你是怎樣 好 那業務 因為我們是比較B2B的 Sale 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就透過幾個管道 那 線下的話 就是辦實體體驗的 產品體驗課程 我們就邀請企業來參加 那我們在每個月會舉辦一次 那只是說 我們在這上面 因為其實我們透過 我們這小團體的房子 一次大概就10到20個人 那我們最主要希望說 我們直接接觸到企業單位 然後直接聊他們的需求 我們再去改善我們的產品 類似Focus Group 對對對 那只是在想說 因為我們其實也是第一次嘗試 這樣子去瞭解使用者的需求 對 只是不知道就這麼一些 對於我們這樣每個產品 有沒有一些建議 就是說我們依照使用者的需求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登山岸也是這樣做 就是所有爬山的 就是上一花嘛 登山書嘛 因為後來他們也變廠商了 就被我們抓進來一起開發 對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 新創就是你軸轉總要軸嘛 軸是什麼就是這些人的需求嘛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非常work 那我只是跟剛剛的建議一樣 就是說其實工部門也有一樣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能夠去開發一些工部門 也要寫他的VOR的話 那這個其實非常powerful 因為VOR並不是一個局處在線 年考會通常是同政嘛 那是每一個局處都看著永續發展目標 必須找出我們最近一年 我們未來 我們到底創造多少社會效益 那大家給我們的就是稅啊 或者總量撥下來的錢啊 到底有沒有創造出 商業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力啊 等等等等 那所以其實有在做VOR的 其實我覺得是你的天然客戶 對 那延續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像大家這裡 其實有自定18個人去發展目標 VNR VNR 對 那因為我們的對象是企業 那像像國家級的目標 對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這樣講 VNR是 大家只要繼續納稅 別的事都不要做 我們也會做到 所以 所以企業當然可以來幫忙 對 但是企業要呼應的應該 是更上位的 就是SDGs本身 或者是更地方的就是VOR 企業並不需要看著我們的VNR 然後說我要contribute to哪一個特定的VNR 他願意這樣做非常好 那就是社會責任企業啊 那他願意不要在這上面吃後腿 就是必要的啊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啊 對 那但是 但是 我不會建議企業用VNR 來當作他的使命 對 好 其他就是有Follow最主要的文件 SDGs實現目標 原因是這樣 原因是這樣 就是說 SDGs的形成本來就是Major Groups 就是公民社群 經濟事業部門 環境部門 跟公務門 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其實很多是私務門 自己要的東西 放進了上面的 好比像說 9.41 我沒有記錯的話 Universal Access to Internet 那個就是 那些在搞 這個Last Mile Communication 的那些企業 想盡辦法拉比進去的 對 那是公務門覺得 這對我好像也沒有壞處 其實如果他是Carramp的公務門 這個對他壞處很大 但是 OK 但是 因為我們到2013年都不要Carramp 也是一個SDGs 是6 所以其實到2013年 這個不會造成問題了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Push這個Agenda 寫上位的這個一定是這些本子 所以當年的細項指標 也都是他們 那這個時候公務門 其實還出來說 那我要把這個當作我的BMR 而是說 我必須找一些別的 來當我的BMR 我要做一個Enabling Environment 讓你做這個 是可以發生的 在台灣當然自然就發生了 因為四九九之外 那在別的地方 公務門可以透過一些incentive design 讓這個東西來發生 所以這兩個是互相牽合的關係 而不是我這邊有了BMR之後 那你就要當我的承包 去做我的BMR的關係 他比較是說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但是SDGs的設計 確保它都在一起 比較是這個關係 那另外 因為我知道之前這邊 也舉辦一個 企業旅行 由政府主辦你們採購的獎勵 就是說 企業旅行 這個的話 之後還會再次 當然 我們已經第三年了 而且成長率還滿高的 第一年八千萬元 因為第一年也要比三年 還差兩年多 不知道會不會到三年多 像我們這樣心想 要如何去 在這樣的一個採購裡面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 的產品 再加入到這個 這樣 首先你要先登入SI連台灣 也是拍到SI連 對 你不在上面嗎 還沒登入 沒有花很多時間 好 好 大家都是你主要的朋友 OK 因為你在上面之後 你有兩個出牌口 一個是 就是 你剛剛講的就是 你進入人家的供應鏈 好像說 陷入房間 路易莎的供應鏈 或者是 Code Branding 天赫銜物門 全家Code Branding 反正你就創造 Incoming 所以 因為人家是工業工 所以 每年都會找你 甚至 假設你有每個月的服務 每個月都會找你 那這個時候 他真的變得就是 一個華人學 因為你的開發方向 會開始受到他的影響 這是一件好事 對 然後你的Domain Knowledge X-Ray 終於有人了 對 所以這個是指一套路 就是透過 進入供應鏈 然後 他採購品 所有其他在品牌上的 採購到五百萬 我就出來頒獎 那如果他是大學 可能不是他頒獎 我們想要把他 教育部長出來頒獎 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獎勵性的一個做法 但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是同樣的加持 就是說 你在上面 register之後 你可以去開始 appear說 那我要有個提議 就是平台上面 我們叫做專案募集 那 特別像說 我們目前的專案募集 就是 我亂講 一個社會設計有限公司 叫串名子 那他正在做一個健全生活 良好工作 有續成三 所以是 三八十一號 那這三個 他要做的就是 在台中的一個人口 很平遠的合影 去做一個 時間銀行 慶祝成長者 賠儀部落主人 等等 所以他會需要 這三個方向的資源 這就不是供應鏈 因為沒有這種供應鏈 對 他就要做一個 social design 去把這些供應鏈 喘起來 然後確保說 每個進來的人 到最後得到的都比 他給的多嘛 對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對 social design 有興趣 其實是很適合你們做 因為你們可以有資料去配當 說之前幾個大公司 做跟這個相同形狀的 對 同樣SDG的 類似Stateholder的 它的效益是多少 SRI 或者他們自己寫的GRI 所以你很容易去 讓現有的提議 變得很有水平 你如果你的客戶 要做提議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地去爭取 公務門以參與者 而不是規管者的角色 投入公務門的資源 進入這邊 因為你只要證明出 你每年他就是要花這麼多預算嘛 而且他自己也寫了PBI嘛 你只要證明給他說 你這些KPI 不但有快完成 而且還有找 當然也不要有找太多 不然很難編 就是會有找一些 然後 而且你還可以創作什麼 新的KPI 那這個時候公務門 就會變成就是Collaborator 那這個社會設計 就會變成是由你主導 那Supply Chain 當然一定是你的 這個 就是採購你的主導 這個辦法 對所以就是 找到Agenda 跟Said Agenda 大概是你如果登錄的話 兩個出門 好 那在行銷頓 那在行銷頓 請教部分 應該說 有一個議題我想先調一下 就是在隱私學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我們 這種把限價的服務 做到線上來 其實是因為傳統的線上 他沒有被拉 他就比較不會有所謂的 隱私學的問題 對於他們目前的一般的民眾來講 因為我的消費資料 那我在LINE上面 一些任何的行為資料 是不會在其他地方 知道的 沒有 我舉個例子是說 像我們在推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們需要他們家 光加LINE的 然後做一點簡單出責 就會有民眾 馬上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會不會收集資料 我想第一個是 第二個問題是 對 這個資料是在LINE上面 還是在LINE上面 對 反正回來兩個答案 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對 那其實我發現說 在這個議事選 其實目前的社會的氛圍 是勢東北東 就是這種狀況 然後我想問一下 在這裏 在針對民事選這個地方的看法 就是證會 民事選 是不是我們後續 要去做一個 比較更好的規範 或是說 Maybe 我的這些消費資料 我是不是可以 能夠去做販賣 現在是不行的 現在是 如果我要把一整包資料 他們去販賣這些事情 根本就 就是 踩到那個現 規範的現 但是問你這件事情 有沒有機會 或是說那個 棒的 可能你之前的那種 道具體的被 資料是搜集處理的利用 是 那你搜集的時候 如果告訴他說 你的利用 就是要賣他的椅子 他是要同意 你們兩鄉一起的願 說真的 我們關不上 我知道 現在常常的說法 就是他進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大片 然後就按他同意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預設 是把他勾上的話 可能會被歐洲人告 當然 對 對 對 那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很 很 就是你的 position 就是你的忠誠度 到底是為你的位度 你為他創造價值 是 還是其實 他是 他是 他是這個 暫時相信你的價值 但是長遠 你要從別的地方賺錢 對 好 這個應該沒有無用 去看演出 對 對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就講清楚就好了 就是如果你其實 就是一個賣 就是我們現在叫監控食指紋主義 就是你的主要的錢 是精準投放的網道 跟做劍橋分析的等等 你願打願愛嗎 你就講清楚 說 說我就是要做這個 那你來這邊 那我給你的就是 我賺的錢 會分你 就這樣 你就講清楚 對 我想問解釋說 這個對我目前的問題 是說在政府中 會不會可能 一天就像歐洲一樣 可以這樣 發揮 變得很厲害 我們一發揮本來就是歐洲的 對 歐洲各自法 本來就是歐洲的 這麼的 透過法條的方式 才去做限制 因為變成這種 一代出來之後 你能夠是已經 都變得很厲害 我們現在就已經 已經是歐洲法了 我們是GDPR 以前那一版本的歐洲法 而且我們正在申請GDPR市 組織認定 所以意思就是 你就把民國當作 GDPR的管轄區就好了 那所以在GDPR管轄區裡面 我剛剛講的一切都是說 你就講清楚說 我就是一個個資的 這個怎麼講 中韓 那大家都是個資的生產者 那我的生產出來 就是為了賣資料出去 那我搜集資料到中韓的時候 我可以negotiate到一個 比較好的價格 那你看你整天上臉書 都是五場幫他們工作啊 簡直性能工 那還是在我這邊的話 工作會比較好 因為空氣盒子就是用這個 去理工學道 跟環保術品級品做的力量 它兩千個特戰 每一個單獨都不會有這麼大的 理工學學的選領 但是因為它構成了一個 我們將資料協作關係給它 所以它才能夠 有一個政治壓力說 那環保術就是要補上 我們蘋果的不足 不然我們就 點點點 對 不然就紫報了 對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條路 就是你就是一個資料的 我們叫curator 特展人 然後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的使用者 會花很多力氣來 確保他的資料是保護者 符合你最後的利用 因為你的目的外利用 都要腦補 都要硬熬 都要就是我們叫做 overfit 就是你壞 硬熬熬的 這一小塊就是全台灣的 其實不是 但是人家 reference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就說我就是要做這個 那大家在給出資料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這個最後就是要做這個人 所以他會很願意去提供高頻度資料 那這樣子比他看一大片要來得好 而且甚至上空氣盒子根本就已經變成 台北市的教育局的環境教材了 整個就像我們小時候養餐寶寶一樣 現在大家一起養一個小盒子 那就可以學到作為Data Break Data Controller 他應該要負什麼責任 那這也是很好的能兵教育 那這是一條路 那另外一條路就是像 就是律師、會計師、醫師等等 那就是說你只忠於他 那你做任何都是Best Interest 你跟他的關係交個就是Veducary 就是信貨關係 那你就是賣 你不會透露他的各自給別人的這個信任 那這個也是可以 那其實就是一般是Apple跟一般的事 就不要講名字那些公司 你一開始要做一個價值選擇 那做了價值選擇之後 你說你能不能夠用這個來improve整個發展 那甚至能不能賣一些usage pattern 還是可以啊 但你要賣的就是統計資料 那統計資料按照各自法是除外的 所以你只要是統計 事實上他連請求刪除全都沒有 所以說我今天搬到了桃園 我從新北搬到桃園 我不能夠告訴新北市說 去年能夠補查建議 就不可能吧 我去年真的是住在新北嗎 那所以你不能主張統計的刪除權 這個是各自法的一個很明確的 那這個剛剛講的複製請求刪除這些基礎權利 一概都跟統計無關 所以那你就專門買統計 那專門買統計 其實你的主要量夠的時候 統計還是非常的加強 那這個時候就會建議你看那個open algorithm open algorithm就是說你賣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是別人寫一個統計演算法 然後你用differential privacy 或什麼別的辦法算一算 確保這真的是統計 然後你在你自己的資料庫裡面跑 然後你把query的結果給他 你賣這個服務 但是road data從來也沒有傳輸出去過 那當然你可以傳輸一些合成資料 全部都是假的 那讓別人容易寫他的演算法 但是他寫完演算法之後 你就是賣你每個月來我這邊 下這個query 你下一個query收一些錢 等等重複 那這個在整個GDPR裡 也都是合理的一個生意 那這樣就可以賣到歐洲去 因為歐洲人也不抗拒被統計 這樣 那我們可以延續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收集企業公開的資料 真的就 對啊 不過他依法公開資料 這個可能沒有關係 這跟個資料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可以自由去使用這樣 那當然 別人拿來做販售 商業行為 因為如果他是依法必須公開 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 那他就是回到政府資訊公開法 對 那著作權法也是一樣 著作權法 新著作權法裡面 我們把政府部門的合理使用 稍微明確化 所以有一些部分是 根本不需要主張合理使用 根本就沒有著作權 就像NASA那些照片 是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就是可能多看一下 新著作權法 然後跟一些政府資訊公開法 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有法務的朋友 這個我不是法務的朋友 我就不要念那一行小字 我們就乾脆說直接照法務就可以了 對 我想要這些事情 好 那對方你可以再請教我們開始 好 那就在商業模式 因為我講大家在這場合理會 應該都遇到就是要生存的話來接案 或是說要再專注在本地上面 那政府這邊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些 如何去分配或是做什麼代表的 我創過非常多次 那我都確保說 那時候我們是收時薪 那然後一小時 因為比特幣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不過那時候比特幣只有六千塊 對 你們就知道是什麼時候 對 那三千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說了 六千塊才真的有接到單子 但是現在當然不可能 對 所以我的ポイント是說 當時我一小時假設的時候 六千塊好了 那 的前提 是我的Portfolio可以公開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共有著作權 或者它擁有 但是我們先講好 MIT GPL CC授權 我也會下個案子 我還可以用 等於我要可以用我自己的東西 那或者是我own這個 但是我給他手發權 所以我承諾說一個月之內 我不再去接別人的同樣的案子 但是之外也沒有 對 那當然有些廠商無所謂 因為對他來講就是 對他來講就是 花錢 我是幫他省錢 我是幫他賺錢 那只要是automation 像你的工作 大概都是幫他省錢 那這個時候 他完全不在意你的 你的技術 跟他無所謂 電腦還降低 當然幫他賺錢 他就會比較concent 因為他不想要他今天 拿到這個技術 所以如果是拿這個來賺錢的時候 就會跟我還價 說那可不可以不要開放授權 那我就說 那可以啊 有一個東西叫share like 就是維持百科的那個授權 就是你可以改 改了之後你必須就放出來 那在軟體上就叫HPL 那我說那我可以換這個授權給你 不過呢 我要收兩個人錢 小時候就有RNO 那自己決定 對 那有的時候他就接受 大部分都會接受 那但是呢 也有一些就是說 不行 HPL也不可以 HPL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你今天這個改的必須放過來給你 對 但是他連這個都不接受 我覺得OK 要5倍 那就是 那5倍 為什麼是5倍 因為我幫他做完之後 我要這個精神神奇 這個 要去補償一下之外 因為我要自己扣的一份 一樣的啊 我還要繞過自己的開分子 我還要繞過自己的現有做法 那我就想一個更好的做法 那他5倍裡面其實只有2倍在買這個 3倍是在買我 把這個做得更好 對 那這個也是很公平 對 因為我得跟自己競爭 對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他的好處就是什麼 就是 我Property會是真的增加的 隨便一看 DHUB上面 就上百個 那我的每個案子 其實都讓我下一個案主 可以更省成本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兩個就並行不備 就是我可以一方面做我的 consulting business 裡面接案 那一方面做我的 software stack 這樣子 那大概還有一些其他在創造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不太 你們結創了幾年 啊 不可以的 沒有啊 就是一旦你開始創造社會影響力 就有多來登錄 真的 我們登錄這個機制 提案機制是全新的 所以也需要人來北太多 但是至少百元 power是很能定 所以至少你有百元 power這個領域 好 好 那今天就到 謝謝 那目前只能夠 點台灣點HUB點 OK 好 那謝謝導師 好 謝謝這位 謝謝 謝謝 謝謝